霍宇浩以交换生的身份踏上前往日月学院之路 就在这一时刻 孟红尘脸上竟悄然浮现出一抹令人费解的诡异笑容 当霍宇浩从星斗大森林获取第三魂环归来之后 穆恩在他所剩无多的珍贵时间里 亲自对霍宇浩予以吸星叫头 不久后 穆恩离世 而此前与近红尘协定的两院交换学习计划 也随之正式拉开帷幕 史莱克这边派出了魂倒戏最具天赋的两名核心弟子霍宇浩与和蔡头 而日月学院方面则派出了他们那里最为年轻的两位 堪称顶级天才的红尘兄妹来到史莱克 以进修有关武魂方面的知识 在双方进行学生交换的重要时刻 孝红尘竟肆无忌惮地当面挑衅霍宇浩 宣称下次斗魂大赛必定会将史莱克狠狠踩在脚下蹂躏 相比之下 他妹妹孟红尘的反应却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 竟然莫名地露出了十分怪异的微笑 而其中的缘由竟是因为史莱克派出的两名交换生当中没有王东 这使得孟红尘狂喜不已 自从上次斗魂大赛结束之后 孟红尘就被王东那倾国倾城的容貌给谜的晕头转向 而他此番来到史莱克学院后 竟然全然不顾学业 趁着霍宇浩不在的时候 疯狂地对王东展开热烈追求并大胆试爱 孝红尘一向自认为自己乃是大陆当之无愧的第一天才 所以即便是在史莱克学院中也表现得极为张狂放肆 然而可惜的是 史莱克学院始终秉持着不敢惹事是庸才的坚定理念 在这学院之中 必然会有比孝红尘更加嚣张跋扈的学生存在 因此很快这家伙就被学院内的学生痛揍了一顿 史莱克用实际行动直接给孝红尘上了生动的一课 让他深刻明白如何做人 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